跨岛地铁线第一阶段的路线 全长29公里设有12个地铁站 工程预计明年展开2029年竣工 可以为10万户家庭带来便利 来看记者聂国威的报道 跨岛地铁线第一阶段的12个地铁站 将经过张仪 罗央 巴西利 后港 红帽桥和光明山 当中4个转换站分别为 光明山 红帽桥 后港和巴西利站 光明山地铁站是未来的转换站之一 它将衔接正在兴建的汤东地铁线 和未来的跨岛线 通车后将能够为乘客带来更大的便利 只要给你一个例子 如果你在旅行从Sarangoon到Loyang 至于从光明山站往西延伸的路线 是否会从地底直接穿过中央集水区 或是绕道而建 当局表示 有关工程研究仍在进行 目前还无法确定跨岛线 其他阶段的路线 交通部长许文远 在视察汤东县光明山站工地时也指出 跨岛线将采用单一信号系统 以避免不同信号系统可能产生的问题 原本计划建在地底的张仪东新车厂 现在也决定建在地面 另外 配合建造工程 政府将征用八个产业的部分地段 总面积4508平方米 主要是人行道和绿瓶等辅助设施 并不会影响现有建筑 土地管理局将根据市价给予业主赔偿 新传媒新闻记者聂国卫报道